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21号上午 与其竞选总部主委张善政和副主委蒋万安合体 举办青年政策记者会 不过与此同时 丁守中与柯文哲的妻子陈佩奇隔空对战 因为丁守中说 如果自己当选市长 不会让市长富人干政 这番话让陈佩奇忍不住发文反击 十几位年轻人齐聚一堂 丁守中办政策座谈会 蒋万安也受邀出席 公布首波青年政策 丁守中找来张善政 蒋万安替自己背书 这也是丁守中参选后 首次跟蒋万安的公开活动 一方面端政策牛肉 抢年轻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在市长富人议题上 杠上陈佩奇 这可让自轴炮的陈佩奇 PO文反击 我想丁守中当市长 绝对不会有这个第一市长富人干政 这种情形 陈佩奇说以后不再跟柯文哲 一起出席活动 还反问丁守中 他什么时候要求出席活动 什么时候干政了 要丁守中适可而止 没有啦 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看到还好好的高高兴兴 又写了 我对了实在是 丁守中不用回应 倒是这自轴炮的威力 恐怕连科市长也管不住